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群怒我 有关他们自己移植了真婆去购买之后 树久了之后会干枯会死亡 所以这个现象我大概跟大家先讲解一下 其实我园里的树呢 我每次都挖起的时候呢 它的树的土团呢 我大概是在三尺半 三尺半到四尺之间 不会超过四尺 然后这些细根呢都是长延累计的 已经保留在我的这个培植原地里 所以我移植的时候呢 我只需要挖上一尺的深度 一尺罢了 然后我就可以安全的把它们移植到地面上 所以这些树呢都是从我这里移植过去的 所以我比较熟悉我这里的那些处理的方法 它有一种呢就是 它们把那个蒸泊种在子袋或者是盆里的 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像这种就是种在子袋的 像这种种在子袋呢 它有垫高 垫高的话呢 树呢如果长延累计它生长的时候 几年之后它的根呢 是长到那边去的 它是像地面在长的 所以当你要挖这棵树的时候呢 你不是单单断根罢了不是它的根呢 那些吸收水分的根呢 已经长到这里了 所以你要从这里再切 好这里要挖更大的土团上来 所以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方法不一样 在好像是盆这样子 也是类似这样子 如果这个盆呢放在底部的话呢 它的根就会吸收水分 数据吸收水分增薄 然后我们要挖起的时候不是这样斩根 我们要挖到这个泥土的下面 给它一个土团 然后才可以安全的移植上来 在移植上来之前呢 我们还要进行打去叶的工作 把它的叶子呢 剃掉少一点 给它更加的那个 储存那个水分 给它的存活力提高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所有影片